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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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过你就不能凭这个书 但是从凭这个书引申出来的话题 当然都是咱们的共同生活 对不对 我得向你们申请工商 怎么说 李京真的是 按说女性她还不大是这种大豆片的主要观众 昨天我还真是 你们布置个作业 这不是按照你们要求吗 不看电影不能谈呢 对啊对啊 我昨天这个都工作很长时间了 然后这个没办法在办公室诚恳的邀请 说大家能不能陪我去看一遍 然后遭到无情的拒绝 我软硬监视 说求你们了陪我去看 后来我一发现我的同事们都是三观不正的人 都都坚决把我拒绝了 后来我好不容易拉了一个 这个他平时在外地工作 昨天回北京 他闲了也没事 我说你陪我去看吧 然后他作为一项任务也没有办法 他是男孩女孩 然后我们女孩 然后我们俩就去了 去了吧 先不说这个观影过程 看完之后一出来 风雨交加 雷电闪雷鸣 然后那个雨刷是最大的速度在闪 我说我这明天我得向你们投诉 为了看一个战狼 我们俩容易吗 差点都没回来 这个北京的大雨 把我们俩搁在外面怎么办呢 还有一点逗 我听李京说 我挺理解女孩子看打打杀杀 他当然是不一定像男的那么喜欢 但他们就好像说等着 等最后一个敌人被干掉了 说他们俩就想起身 后边 听说后边有人喊坐下 还有彩蛋呢 是不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买的比较晚 我还发现还真的是 就在三元桥那个电影 七点钟 然后没想到 就是都没有什么作为了 我们俩挑一个最边上的 最边上你只好穿过这个人群过去 然后都以最后吧 这个都有点坐立不安了 说这个敌人怎么老打不完呢 我们俩就正好 而且是三弟眼睛也有点累了 然后最后一看 最后终于把最后一个敌人给手刃了 哎呀我们俩说终于完了 我们俩就赶紧站起来 被后面喝酒 坐下 我们俩就赶紧坐下了 你们俩有彩蛋 战狼三 在这个像冲农一样 在茫茫的这个白雪里面 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埋下一个伏笔 战狼三 然后这个弄完了 这个灯光还没亮 我们俩起来说 可以走了 其实还不能走 还不能走 现在这个网络是观影闻名 得向刺目组致敬 得向后面的刺目 我们边走边向刺目组致敬 边下楼梯 边看完 看完人家的 致敬了 致敬了 你看潘老师 这是主要符合这个观众特征的 他们现在就是说 我发现他还是挺喜欢这个电影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 现在他们那个数据出来 说是60%是二三四线城市的 还是从20多岁到三四十岁之间的男性观众 正好是潘采夫的画家 是吧 我其实不在那个里边 因为将近70%是90后 年轻人 对是30岁以下 就是87年以下的 以及90后 那我们全被刷掉了 就说34 三四十这些人说 票房到了一定的规模 这些人去看上哪去了 看这个调研里边写的 也不能这么说 我给我爸妈买一张票 因为他们老在家 我觉得文化生活太单调了 然后老看这个 有抗日神剧基础的 不是 我就觉得这个 有时候这个传统的新闻节目 有点单调 我说你们去看看 动动换个脑子 然后回来 我说怎么样 我妈比较特别高 好看 然后我问为什么好看 你知道我妈给我什么回答 什么武器我都见到了 我昨天一看 确实是 确实是什么武器 我都见到了 有点像阅兵 大阅兵 对 那这是什么天上飞的 什么水里游的 地上跑的 我刚开始看 其实也很愉悦 刚开篇就解答了 我的一个疑问 因为我之前 比如说你 因为他之前一个 一个故事 就是海盗 我之前一直不太明白 因为不是军事迷 我一直不太明白一个理论 就是大船那么大 为什么被一个小船给逼停 你说为什么 怎么逼停的 美国曾经有这么一个电影 讲索马里海盗 他拿着武器 他怎么能让他速度停下来 问题你听懂了 我听懂了 因为里边有一个场景 因为里面有一个场景 我说解答了我一份 就是那些海盗们 把那个鱼丸给撕开了 然后套在他的那个 是螺旋桨 他就走不动了 所以他才能武器靠近 这解答了我多年的疑问 以前我真不知道 这个小船怎么能贴上大船的 其实用火箭弹也能打 是真的吗 用火箭弹也能打 我觉得 我特喜欢看那个 就是汤 不是叫汤姆克鲁斯 那个演阿甘正传 那个男演员叫什么 汉克斯的 汉克斯演的 那个就是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海盗 那个绑架挟持 那个轮船的那个 我其实是挺爱看 这战斗片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个电影 最让我惊心动魄的 就是那个最后一幕 美国那个海报突击队 还是什么那个狙击手 在那个船舱里 那个几个索马里海盗 就是弄着这个船员 就只能通过窗户 船在飘 只能通过窗户 偶尔闪一下脑袋 美国那海报突击队 拿那个狙击手 最后到了 必须开枪了 哎呦 就那个千军一发 砰一下子 正好把海盗打死了 把船员救了 你看又一直夸美国兵 就是 现在战狼里面 已经 已经得到答案了 人家有一个美国 他现在拍子 都超过好莱坞的了吗 超过好莱坞 我现在是世界第一 就是同党期 全球第一 超过了诺兰老师的 敦克尔克 因为里面呢 这个吴京老师的搭档 是一个 混血吧 然后应该是一个美国籍 就是这个 他们现在叫人设 然后呢 就说 你们的海军陆单队 为什么不来救你 人家都 里面都 都有展现 对对对 里面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展现 调侃和质疑 说什么来着 当时 他说我 我at他们的推特了 对对对 对对 有意思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 比较幽默 全场笑场 对对 这挺好 潘老师 你讲讲你的影评 他是正面态度的 对 其实 我纠结 一直纠结 因为我的朋友们 告诉我说 不能表扬这电影 其实 我说 后来我想一想 我还是应该 表扬一下吴京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的战争片 太多了 这个 他首先 抛掉一切 其他的 可讨论的外衣 我们就战争片 本身质量来说 他目前在中国的 战争片里边 是一顶一的 即使把他给扔到 美国的战争片里边去 他也算是 介于一流二流 之间的一个水平 比如他 比不上什么 拯救大兵 Rail 或者比不上 这个 落滴滴血的 或者第一步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 他情节的剧情 已经比较完整 而且他的台词 已经知道 张之有度 就是有的很幽默 干爹 什么之类的 非说小孩 就叫吴京 干爹 干爹 你来了 干爹 他会把这种笑料 打斗 悲情 以及他最开始用的道具 到最后用的 最关键的位置 作为一个 商业战争片的元素 都具备了 就是不仅仅是武器的展示 他还有一个剧情的完整性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近十来年来 中国学好莱坞 就是中国的电影工业 终于让人看到 进步的一个证明 起码从电影工业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好的战争片 然后呢 他可批评的那些部分呢 往往是他硬加进去的一些东西 这个声音反倒掩盖了 对电影本身的评论 我觉得其实剥掉很多的意识形态的外衣 这个电影的票房也不会差 战狼一是五亿 战狼二如果什么都不说 只打 他也可能会得有二十亿 三十亿 也是有可能 我虽然没看 但是我总感觉 就说 比如说 要是万千观众买票的 这种 我觉得总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么多的高的票房 它总是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你 不管怎么说 咱得得正能量 当然要向吴京表示祝贺 对吧 这还占多少钱呢 不是 帮着电影工业 帮电影工业 眼睛红了 而且要向你表示 再逼着你去搞产香了 要向他表示祝贺 要向电影的制片方 能有这么大的 太成功了 而且我觉得 这是从正能量上来讲 因为之前咱们还做个节目 就批评这个小鲜肉当道的 这么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电影还真是 他是下了功夫的 你看他那一身肌肉 确实很扬颜 然后他说为了 为了拍这个电影 他在陆战队 不叫陆战队 对不起 特种兵 训练了18个月 我觉得这种精神 还真的是值得表扬的 在里面他一个打 他说是18个月 我看这件书 一年多 我不知道 我看的 你倒是捧的还是砸的 我这个印象里边 去了20天 我倒是在一个视频里发现 吴京对于一些影评 他有情绪 你可以听听他说 看不完别看 去看美国人那片子去 去看美国人打不打去 中国人必须打倒 我鄙视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 反感我这种态度 我也怼 说吴京你为什么打不死 哇 一个美国人 一个人干了一个师 身上还没中枪 他就是 中国 他就是美国英雄 我中国人 我打十几个攻击兵 我没死 我就不行 我就得该死 然后我这边 中了一枪 不行 你不能奔跑 你说一定要治疗 不然的话 你会流血过多而死 中国那么多枪 都快打死了 还能继续站到半个小时 美国人就可以 OK 中国人就不行 贱不贱 听说他打的可不是十几个雇佣兵 对 这是个 打了十来辆坦克 雇佣兵头子得十几个 但是还有大群的反政府武装黑人 那个本来几百个还是总是有的 我觉得他还是收着了 按照吴京的性子 打两个家乡师还是问题不大 你觉得对于他的这个怼 你能理解吗 我觉得我如果站在吴京的立场上 我觉得他有道理的 他就是因为美国的 包括其实他可能指的就是 比如说007 只有007在战争片里边是不受伤的 因为他必须得穿西装 他最后还要跟姑娘 还要拥抱的 你真是叫史泰龙和史瓦兴格 他一般要打两下 然后打进去 尝得不出来 没事 就是英雄不死 这是战争片的必然的规律 当然我必须说 当然人家吴京这部杰作 我是没有看过 但是我可以讲 我拯救大兵莱恩 拯救大兵莱恩 没有让我感觉到 这种英雄个人的不可思议 相反你看斯皮尔伯格 他一开始展示的 就是战争的残酷 谁都有可能死 完全是个概率 而且战士们的胆怯 他也如实的展现了 包括就是那个 咱还是说是汤姆汉克斯 但他最后说 一个人拿手枪冲着坦克开枪 他也被打死了 他身中多枪 他也被打死了 这个就 我觉得就可以讨论是什么 一个经典的战争电影 跟一个一流二流的商业战争电影的区别 就是这个片子是看不出一些 就是你除了这个举红旗爱国的这种 我觉得这是一种初级阶段的这个价值观展示 一个战争电影最核心的价值观展示是人道主义和反战 为什么你认同这个拯救大兵莱恩呢 就是他是反战的 他是尊重人性的 对吧 最后是要反思 他是反思战争的 那这个片子 就是我跟李静老师 我看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 就比如说拯救大兵莱恩呢 就是他呢 有一个跟爱国主义 跟美国的爱国主义 有点关系的地方是在哪啊 他突出强调的是美军呢 不放弃一个 对 就是说为了一个 其实这里边有点人性的探讨 就是为了一个 他设置了一个悖论嘛 对 为了一个士兵的生命 我可以葬送一对的士兵的生命 但是我一定要把他接回家 对 这个里边就是当时也引起过大讨论 就是关于价值观的 或者关于人的价值的讨论 说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我觉得那次讨论就是 其实对美国价值观的一次普及 就是真正的 一个尊重主旋律的好电影 或者经典电影 一个是你要尊重电影的规律 一个要尊重人性的规律 你还要尊重一个价值的规律 就是价值观的规律 就是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不能把每一个人 就是有 你看那个电影里边啊 无尽的电影里边 咔嚓一个人压死了 咔嚓一个人压死了 我就只是跟 太学性 跟割草似的 就你看不到 对一个每一个个体的 生命的尊重的 这一个细节 你也看不到 吴京作为一个主角 对就整个战争 或者对非洲战乱的 一个反思和反对的 一个情绪 但他就胜利的完成了 把中国人救回来的 这个基本任务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是初步成功 但他离经典 是完全没法一块比的 当然 这个潘老师 是一个很多观念 我是赞同的 我是觉得先 单纯从这个 咱们先抛出 他的思想性 单纯是一个片子 好看不好看 我是觉得 就是他用力太猛了 就生怕你 抽空 看一会手机 就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料 完了 我再给你砸一个料 我看你 对 全场无尿点 对 最后你实在 我都是觉得累了 我说这有完没完 我一看 怎么这波打完了 又来一波 我最后 其实我刚开始 还怀着愉悦的心情去看的 我就挺好的 看着那个 第一场 他就是在水下 跟这些海盗们搏斗 据说那个拍的也很辛苦 因为他长时间 在水下憋气 对 在里面也是有些 很多打斗的动作 看得我都觉得憋得 然后来说 他好多次下沉 后来有一次累的 背着那个 那个什么 因为他下到一定深度 就必须背着千块下去 说有一次累的 在里面都差点就是 上来 对 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所以我第一场看的 也是觉得 挺好的 在水下打 就是觉得太憋 还不敢上来 但是后来 我就是咱们纯粹 从一个商业电影的角度 就是太密了 这些就是什么 你这个不过瘾吧 这个武器不过瘾吧 我再给你来一个 又中了那个 瘟疫了 对 又中了一个 埃博拉病毒 哎呀 我说这个简直是这个 非洲元素 各种手段 对 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的时候 我就说 要不读书人 或者自以为 有点读书的 这个感觉的人 有点讨厌呢 我和我同事吧 你们老是说 这到底说是哪一个国家 你说海盗吧 是索马里 这个埃博拉病毒呢 好像是西非吧 然后拼民库呢 又是南非 你说这到底是哪个国家 能乱成这样子 而且这个反政府呢 简直都不是一般的 就是小打小闹的 非盟就应该抗议了 赵吴京了 真的是 我都觉得 暴露了所有的缺点 那你是不是有点太当真了 我现在觉得 就是实际上 这个一个电影啊 为什么你看 文化视野当中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确实不单纯是个商业 电影里头有价值观 有某种这个情绪的忽悠 在咱不能说忽悠了 感动了 在里头 但是呢 我就老觉得 你比如像我们是属于专业人士 这做节目的 我就知道 它是个技术 拍动作片也好 拍喜剧片也好 关键在于是个技术 对吧 至于说 你就像你说的 我们学习好莱坞 我们掌握了这套技术之后啊 你当然可以注入你的价值观 但是一个技术啊 是相似的 你比方说 我剪片子 我就知道 这个镜头 或者这个配乐 给的早一秒 晚一秒 这个枪声 从哪个点上进来 直接影响到 你观者的生理感受 这是个技术问题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发现呢 就是说 对电影技术本身 这个活拍的好不好 这是一个探讨 这个探讨啊 无尽区 其实应该是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要混杂上 另外一些大的事情啊 就不太好聊了 你 你 你 是吧 对 就是当人们开始 为这部电影 开始站队的时候 说你不能批评这部电影 或者你不能表扬这部电影 这都是绝对的 我觉得啊 都是 都是不给别人 以另外的发言的机会的 哎 那潘老师 我跟你猜歌啊 那比如说 人家也有人说 呃 没有不让你批评这个电影啊 你批评了 我们也可以猜你啊 那么都是自由吗 那么都是咱们这个言论自由吗 那给我一片发稿的地方 让我写一篇呗 你知道我老想起啊 这个有个女作家 这个王安逸 嗯 说在好多年前 这个王安逸接受这个采访 呃 我一直就记住 你知道吗 就他的反应 就有人请啊 说王老师 你能不能评价一下 现在这些年轻作家 呃 王老师 我觉得说的话 让我联想到 有点那个娇称似的事 说哎呀 那我可不敢 说说他们都 他们这些年轻作家 有好些啊 都是他们很会骂人的 不甘舌 是吧 就是你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 我一直记得呢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对于王安逸来说 这小说大加大腕 如果真的 咱们是在谈文学 谈这个小说 批评也好 还是赞扬也好 应该说他都不含糊 他也绝对有能力 有资格 对吧 但是为什么 他不愿意谈 那难道说 他不愿意跟人讨论吗 我相信如果 仅仅是咱们谈文学 我说你小说写的不好 一二三四 为什么 咱们友好的 有话好好说的 我觉得王老师 他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 但是他显然 他怕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公开的 去讨论一个小说 或者一个作家的好坏 他的作品好坏呢 你看他的反应就是 哎呀 他们都很会骂人的 这说明聊的时候 他说那句话 有时代背景 就是在我当编辑的时候 当时还发了 寒寒一篇文章 叫文坛是个屁 谁也别装 那对我记得 骂了这个 社科院文学所的 一个文学批评家 他的那篇博文 都是上千万以上的阅读量 当时的反馈 因为我跟文学界的一些作家 还有一些很有名的作家 说我们感觉如丧考弊 说什么呢 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有人带着集团军过来了 就是把我们说 你们文坛全扫光 我们完全都不敢回嘴的 如果你回去嘴骂寒寒 说你可能祖坟都被决掉了 我觉得王安逸怕的是这种 也许是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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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粉丝数量带来的权利 所以我现在 他问题是他不跟你 他就咱们说 他不是就事论事 对给你放在一定的框架下 比如我们讨论文学 讨论电影 他问题是 一个是那个粉丝 是一个是一个群体 他不跟你讲道理 然后呢 又大家又怀着就各自 就难以言明的一些立场 然后呢都是觉得你也有影射 那个但是又不挑明 那看咱们谁玩硬的 玩得更厉害 我们那个发了一篇微信 就是影评这个的 当时说的也还 就是查克打婚的 评了一下 然后底下的好多 那个粉丝混音 我就是喜欢 怎么着 就是这么一句话 所以那个 我昨天在电影院 也遭到了很多 那个鄙视的眼光 因为我跟我那个同事看吧 我发现我们这个 我这同事圈里 都属于这个太不主流了 我们俩连这里面 这唯一一个小鲜肉 我都不认识 你知道吗 一出来了 我说这个就叫羊羊吧 被好多人认成羊羊了 我不认识 但是我说最近好像听有名 我同事说 不认识 说是不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 把饭店就摘下来 插手去 我一看叫张汉 然后我就说 张汉好像是说 有个什么梗 什么池塘被包了 什么梗 然后他说不知道 你还比我强点 我说你不应该 我怎么是个七零后 你都是八八年的 你这个都不知道 后来周围的人 就开始比喻我们了 那意思说 这么有名的人 你们俩都不认识 是少数落后分子 真的是 表现出来了 我真的不是广大人民群众 这个喜闻乐见 而且就说 你就说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 这个万人敌呀 不仅是说 好莱坞那边 没什么问题 我跟你说 中国人看戏 这早就不是问题了 你觉不觉得 当年关羽张飞 叫万人敌 这个我过去啊 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中国古代是怎么打仗的 你发现没有 这可以是一个学术问题的 因为我们得到概念当中啊 中国古代打仗 就靠一个人 对吧 你看水火转 两军交战 部队都排好了 一边出一个 只要我把你斩了 眼杀过去 你就大白 小时候我就很难不明白 我觉得这很歧视精神 小兵唯一的作用 就是捞尸体 对 拖着自己主将的尸体 小时候我就闹过 我说 我被你一个人打败了 我后边十万兵马 为什么就要跑呢 对吧 就说这种万人敌的文化 你比如说像 一说说关羽 那就是百万军中 取上将之头 我还真就 就说真有这样的事吗 古代 说一匹马冲进去 可是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吴京老师 这个电影里也一脉相承了 这种精神 那真是万人敌 哪个大部队开着坦克 又是 对吧 我还是有一个细节问题 就是好像无人机也参与战斗了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实的 还是说 因为那无人机很厉害啊 你在咱们这个 在这录节目吧 那无人机过来 对着你就可以 可以开枪的 飞到天花板上面 枪管对着你 这是真事吗 我还不知道这个 然后呢 应该他的武器 你只准美国无人机 发射导弹 中国无人机就不行了 不是真正打仗 是可以已经这样实战了 可以啊 机器人也可以进场 是这样的 现在德国的机器人 就可以代替人类 你就打不倒他 打倒起来再继续打 这个很强的 但是我刚才 在看吴京老师的这个视频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包括他这个电影的 这个情节设置 因为他说打雇佣兵啊 最后很微妙的是 这雇佣兵还是个白人 虽然是发生在非洲 坏人一开始 是一个侧东正变 是个黑人 但最后敌人还是一个白人 虽然这个白人 没有说什么东亚病夫 但是说你们中国 不是一个残弱的民族吗 是吧 最后那是过去了 最后还是要恢复到 这个大国的 养我大国之类的 你看我在香港 这是咱们的 这个一个民族情绪 比如说东亚病夫 还东亚病夫 就我们中国人 不是东亚病夫 李小龙霍炎甲 这个香港人 其实也很认为 所以这么说 这个电影还是 还是那个 没有升级 是吧 太年轻人了 太年轻人了 好